Demi Lovato最近呢 无预警的发表了新歌 叫做Sober 那这个首歌呢 是在讲他过去六年来 一路经历的心路历程 和点点滴滴 Demi Lovato他一直和毒品和酒精呢 做长期的奋战 今年的三月呢 才欢庆这个借影六周年 但是这个歌曲呢 一开始就开始道歉了 让大家就感觉到很担心 到底是为什么他要道歉呢 现在就把我们一起来看看 《铁肥女王》Demi Lovato 日前无预警发布新单曲Sober 这是他第七张录音室专辑的 首播主打单曲 歌词叙述过去六年来 与酗酒 嗑药 躁郁症等问题 持续奋斗的心路历程 但特别引起注意的是 Lovato不但在贴文上 以《我的真相》字眼发布新单曲 新歌更是一开头就是道歉其句 不禁引起外界揣测 他是否有骨态附盟了 今年三月才刚庆祝借饮满六年 六年间不断在酒精 毒品 饮食失调 甚至自残等问题上奋斗 在不断陷入自我负面循环时 陪着他的是他交往六年的前导演男友 威尔·莫瓦德拉玛 不过就在洛瓦托宣布康复之后 两人也正式宣告分手 多年来从不避讳公开谈论自己 与毒品和酒精的战斗 勇敢而坦然的态度 也让洛瓦托成为许多年轻男女的榜样 大家看 熱情不熱情 新單曲發布後 第一次公開演唱時 待命洛瓦托更是忍不住淚水 台下粉絲們除了充滿不捨 更是熱情喊出對洛瓦托的支持 場面非常動人